所以最近開始開婚了 沒有開 開婚是疼疼 13歲就開始開婚了 海鮮還是 大家都還沒吃啦 李玉璽13歲開婚 堅持不吃海鮮 李玉璽發行第三張創作專輯 為了發片也勤於健身 練身體不是為了 就是不是沒有要為了脫啦 對主要是求一個身體健康 其實我身體一直都蠻不好的 過敏體質蠻嚴重的 然後加上小時候吃素 所以最近開始開婚了 沒有開 開婚吃疼疼的 13歲就開始開婚了 我們都游泳就開婚了 不是啦 13歲開始有吃肉 海鮮還是 到家都還是沒吃 海鮮還是 到家都還是沒吃啦 欸你們好笑欸 現在目前成果是還好啊 就是扑扑通通 對 只是我覺得自己有比較健康 對 然後比較容易睡得著 我們終於問等 對啊 手頭看一下 那他不會鼓勵你嘛 比如說你在運動的時候 雖然客人是用電話拿出來說 加油 加熱鬧 誰會 誰會這樣嗎 這也太不合理了吧 就你在推那個舉動的時候 就啊 喂好了啦 認真聊一下專輯嘛 身邊的朋友 因為像小樂 蹲著 我都有給他們聽 他們有給你什麼建議嗎 他們的建議都是垃圾話 我看 師兄喔 師兄要跟你們說 師兄喔 他忙著自己都來不及了吧 但是其實他是會給我鼓勵的 他是有你電話的吧 我有他電話 有他電話 因為他是通訊軟體嗎 有 放在家 那前師兄有說些什麼嗎 三哥 聯絡是比較少吧 對啊 但是就是還是朋友見到面 活動上見到還是會聊一下 達到顧問最近的港 這張專輯大部分都是在泰國寫的 就有四五首歌是在泰國完成的 對 畢竟在泰國就是夜深人靜很孤單 那不是有一次找你嗎 那個時候我們其實不熟 我們是因為這樣才熟 就是泰國感情萌芽 泰國成為真正的朋友 在四面坡面前嗎 對 牽著問你的手到底四面坡面前 要玩夜要玩 你們都可以在一起嗎 四面坡 感覺你要是懷樂 對啊 如果有這個樂象 對啊 就要玩 就收到豬 對啊 好累喔